讲完了会计科目的详细展示之后 我们在这儿呢 再看它的另外一个分类 按照提供信息的详尽程度 包括它的统计关系 我们看一下它的类别 分为总分类账科目 明细分类账对于科目 所谓的总分类科目 比方说原材料 原材料我们前面介绍过 啥叫原材料 就是构成产品主要材质的材料 像棉方厂的布坯 它的主材质就是棉花嘛 那就是原材料 原材料里面有一些明细的解释 什么样的原材料 比方说什么一级棉 二级棉三级棉 它分好几级嘛 这就属于明细科目 来再看一遍 总分类科目 也称为总账科目 或叫一级科目 是对会计要素的具体内容 所进行的一个总括分类 提供总括信息的这么一个科目 明细分类科目 实际上是对总分类科目的 这个内容所做的一个 更加详细的内容解释 它这个明细分类科目 分为什么二级明细 三级明细 你想这个 一级棉底下还有什么什么什么 什么型号 那就是三级科目了 这就是二级明细 这是三级明细 行了 科目说差不多了 我们再把这个等式捡起来 开始正式的推演一下 携带记长法的推演过程 其实这个等式咱们都讲过了 包括咱们前面讲科目 包括它的借带记长法的分路的编写 都已经做了足够的预设 我们这里面呢 再做一个系统的总结 快捷等式 它分成了这么两组 第一组 反映某一特定时刻点 你注意它这个词 叫特定时刻点 特定时刻点是定格状态 净止状态下 这叫特定时刻点 它的财务状况 有多少资产 多少负债 多少所有者权益 也就是说呢 你把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 定格在一个净止的时刻上 然后你看到的是企业 有好多个资产 那么这个资产除了自己的 就是业主的嘛 对 它的关系就是资产等于负债 加所有者权益 这是它的等式 资产等于负债 加所有的权益 这个等式称为财务状况等式 基本会计等式 静态等式 好多个名 这个等式它是 辅士记账法的理论基础 是编制资产负债表的依据 我觉得这句话呢 应该这样说 我们最后出的那个资产负债表 实际上就是这个等式的具体内容的一个详细展示 这是它的一个横等式的第一个 再来 反映某个期间收入费用和利润的关系 这个咱们说过 反映动态经营成果的三要素 它的关系是收入 减费用等于利润 这个等式称之为经营成果等式 或者叫动态会计等式 这个等式是编制利润表的依据 我们通常所说的利润表 就是把收入减费用等于利润 它的指标给它填完整 填权形成的一个数据体系 然后呢 我们当初在讲这个六要素的时候呢 就已经把这俩等式传成了一个等式 来来来看这个 期末资产 等于期末负债加期出所有的权益 加当期的收入减费用 然后我把费用哗甩在这边来 会出现什么后果 期末资产加上费用 等于期末负债加期出所有的权益加收入 这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六要素的 另外一个面貌的等式的结构 然后呢 我们把这个等式看来这边 这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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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知道要素对应科目 这要素再往下分识科目 科目对应账户 啥叫账户啊 每一个科目 比方说原材料 它指向的是构成产品主要材质的物资的 这么一个内容 那你要表述它的什么 期出数啊 增加数啊 减少数啊 期末数 你得给它一个地儿啊 什么叫账户 就是原材料 这个科目住的那个房子 就是原材料账户 你懂我的意思吧 账户实际上是科目所描述内容的一个展现平台 然后呢 我们把这个资产类和费用类对应的会计科目 形成的这个账户 规定为左为借 右为贷 这咱说过啊 然后咱们在这边登 借方登 表示增加 贷方登 表示减少 如果有余额 它会出现在借方 同样的道理 我把这边等式这边 负债类啊 所有的权益类啊 收入类 这三个快捷要素 所指向的会计科目对应的账户结构也是左借右带 他等于说呢 这个账户结构都长一个样 左借右带嘛 但是他的登账方向规定是反的 他的带方登记的是增 他的借方登记的是减 有余额在带方 你看他是这么一个结构 然后呢 由于我们在这儿所展现的这个要素涵盖了所有的资金运动信息 也就是说呢 我们所碰到的经济 不管它多么多么复杂 都可以在这个等式里面表达出它的对应变化 那么你说它发生那么多的资金运动的改变 会不会对这个等式造成破坏呢 在这儿呢 我们采取一个验证的方法 在验证同时 我们还得给大家再强调一次 编分录的三部曲怎么来的 先搞清楚 你这件事引发的是什么要素对什么要素的变动 第二个要搞清楚你的要素指向的科目是谁 第三个要确定它的登账方向 然后把金额一配就会编出会计分录 我们待会再验证这些所有的资金运动的类别时 都要采取这种方式 把分录再来一次 来来来 先解释第一类 叫资产的此增彼减 此增彼减是啥意思 上题 比方说我们用银行存款购买了原材料 总共花了一百万 这就是资产的此增而比减 请问它引发的是什么要素对什么要素 显然是一个资产增对应一个资产减 我们称之为资产的内部的此增 比减 第二步 哪个资产增啊 你买原材料 原材料增呗 对 原材料增 好 原材料增 这个原材料增 原材料增即哪方 资产增即借方 好 方向也搞清了 那个谁减少啊 减少那个东西叫什么 银行存款 代方表示资产的减少 代方银行存款 这不就结了吗 把数栽一搭 这就是会计分路 再来一遍 用银行存款买原材料 花了一百万 首先分清楚它的要素变动是 一个资产增对应一个资产减 然后分析出是哪个资产增啊 原材料增 哪个资产减的银行存款减 那么资产增即哪方 即借方 借记原材料 资产减少即哪方 代方 代方是银行存款 把数额再一填 这就是我们说的会计分路 借记原材料一百 代记银行存款一百 拿下 那你说这事对我们刚才这个等式 有破坏吗 一丁点破坏都没有 只是这半了 此增比减 相当于这半了的话呢 内部是结构的不动 但是总额是不动 这个等式依然存在 第二个资产负债同增 再来一个 比方说奢购原材料 什么叫奢购原材料 就是买原材料 没给钱 这什么业务 它引发的是资产增加 对应负债增加 OK 那个资产增的 那个科目是谁啊 你买的是谁 原材料吗 原材料增 原材料增 即哪方 即借方 借记原材料 然后那个负债是谁啊 奢购原材料 是不增加负债 这个负债的名字叫什么 咱们前面刚讲过科目 正好用上了 就是奢购物资的欠账 一般都通过应负账款 因此这个负债是应负账款 负债增加即贷方 这就变成了贷应负账款 多少钱 80一贴 这就是奢购分路 借原材料80 贷应负账款80 这就是资产负债同增 对这个等式的话呢 你看这边增一个 然后这边也增一个 总的平衡关系 不会不破坏 第三个 资产和所有的权益同增 这个呢 我们刚刚学过 就是那个发股票 比方说我们发行股票 十万股 这个股票呢 一般是单股 一股面值是一块 它的发行价是每股十块 你发行十万股的话 相当于每股 卖十块 总共是收一百万 这件事引发的是 发行股票 我们知道它的业务本质是 吸纳业主注资 引发的要素是 一个资产增 对应所有的权益增 资产增 它发行股票 筹措到的是银行存款 那就是 哪个资产增啊 银行存款增呗 既乃方 既借方 我这写简单 就借银行存款 然后这个所有的权益 是谁啊 俩 因为它发行的是十万股 每股面值是一块 那么它的股本就是十万 股本增加十万 然后它超出的那个 面值的那个叫发行溢价 这个是放到资本攻击 哪个明晰账 股本一降 你看我们这还编了个符合分路 符合分路 来来来 我再分析一遍 发行股票十万股 每股面值一块 它的发行就是十块 那么这件事 引发的是一个资产增 对应两个所有者权益的增 在这儿呢 资产增的是具体的银行存款增 于是它是借记银行存款一百 而所有的权益 一个是股本增了个十 资本攻击 股本一降增了个九十 最终看到的就是这个分路 借银行存款一百 代替股本十 代替资本攻击 股本一降九十 搞定 这就是发行股票的账务处理 这个咱们练了好几次了 那你说这件事的发生 对这个等式有破坏吗 没有 等式的左边增 等式的右边也增 同增 等式不会破坏 第四 资产负债同减 资产负债同减 什么意思 还钱呢 比方说 偿还长期借款八十万 偿还长期借款八十万 还债嘛 它引发的是资产减 对应于负债减 那么请问哪个资产减呢 你拿什么钱还长期借款 当然拿银行存款去还 所以说减的那个资产是 积贷方 谁啊 银行存款 那你负债减 积哪方 积借方 哪个负借减 它叫长期借款 这不就齐了吗 借长期借款 多少钱 八十 带银行存款八十 这就是负债 充减 对应资产充减 分路非常简单 这叫资产负债同减 你看这边减一个 等式的这边也减一个 也不会破坏次等式 资产所有的权益同减 这是什么意思 这个最典型的就是撤资 最典型的就是撤资 业主撤资一百万 什么叫业主 叫老板 老板不干了 把资撤走了 撤走了一百万 一百万呢 你这个企业给人家还钱 还的是一百万 银行存款 而这件事引发的是 当初它在你企业的 实收资本减少一百万 这个和接受业主注资 是完全相反的 这么一个路子 你看你接受业主注资 是增加资产 增加实收资本呢 或者股本呢 这种情况 你现在是撤资 就往回倒了些呗 往回倒了些 这件引发的是 一个资产减 对应一个所有者权益减 具体的所有的权益是谁啊 实收资本 它减少计哪方 计借方 借计实收资本 几个 一百 你拿什么钱给人家退的 银行存款 银行存款减即贷方 贷银行存款一百 这就是撤资嘛 资产减 对应所有者权益减 引发的分路是 借实收资本一百 贷即银行存款一百 搞定 这边减一个 这边减一个 这等是依然没有破坏 第六个 负债的此增比减 这什么意思呢 看这儿 比方说应付票据到期 转成普通的应付账款 你还记得当时咱们讲 那个商业汇票里面 提到一个叫商业成对汇票 什么叫商业成对汇票 就是谁欠账 谁签字这种汇票 那你的适应度是保证不了的 在这种票据的这个到期之后 如果债务人不给钱 这债权人真美者 知道不 所以说呢 在这种票据的前提下 当应付票据到期了 这个欠账的不给钱 他就会把这个应付票据 转成普通的应付账款 这叫一个负债减 对应一个负债增 减少负债 即借方 减少的是谁 是应付票据 借记应付票据 你增加的负债是谁 应付账款 负债增加即哪方 即贷方 贷应付账款 借应付票据 贷应付账款 多少钱 80 80 最终分路就是借应付票据 贷应付账款 80 这叫一个负债增 对应一个负债减 显然这种情况下 对等市的两边 也是没有影响的 因为它是 这半拉的 此增比点 第七个 负债增 所有者权一件 这什么意思 宣告分红 宣告分红80万 宣告分红 实际上是企业宣告 从利润分配里面 转出一部分 用来发放给股东分红 那么你宣告分红 你不是还没分呢吗 这个钱是欠股东的 首先它是负债增加 负债增加 哪个负债增加 负债增加及贷方 增加的叫应付股利 对这个 应付股利 这个钱从哪来的 从利润里面来的 利润的话呢 是来自于利润分配的 一个环节 我们前面画过图 它引发的 所有的权减少的 具体的所有的权项 是利润分配 未分配利润 所有的权减少 记借借借什么 利润分配 二级明细账 叫未分配利润 多少钱 八十 来重复一遍 宣告分配红利八十 本身引发的是 所有的权益减 对负债的增 而所有的权益减 具体的所有的权项 使利润分配 未分配利润下 表现在登仗上 是借记利润分配 未分配利润八十 而负债的话呢 是应付股利 也有叫应付利润的 它的增加是 代计代计应付股利八十 看 这就是宣告分红 这件事 我看看 是这半老的 内部的词增比较 总量是不动的 等是依然存在 走 所有者权益增 负债减 这啥情况 债转股 什么叫债转股 债转股的话呢 其实就是 你欠债权人的钱还不了 然后和债权人协商 给债权人说了 说你这样 你别整天过去要钱了 你看能不能换个思路 把借给我的钱 转化成对我的注资 债转股 那这种情况下 其实玩的是一个渠道游戏 就相当于 把这个负债啊 给它干掉 转成业主注资了 这个在一般的 尤其是混不下去的公司 经常采取这种方式 和债权人达成和解 你记得美国有个 著名的电影公司 叫米高梅公司 米高梅公司 它这个最典型的片头 是一个狮子在那喊嘛 哦 就那个 对 米高梅 它就曾经在 2017年应该是破产了 它采取的缓解矛盾的方式呢 就是跟债权人商量 便整天追我要钱了 能不能换个思路 把当初借给我的钱 转化成对我的注资 那你说它这个账 引发的是什么呢 负债减 对应所有的权益增 哪个负债减呢 那就是借应付账款呗 欠人家的钱 多少钱 90万是吧 借应付账款90 然后转化成 注资 我们假定就是形成资本 代计实收资本 几十 90 借应付账款90 代计实收资本90 这就是一个负债减 对应另外一个 所有的权益增的 这么一个关系式 看 引发的是这半辣的 内部的此增比减 总量是不动的 整体等式是平的 OK 第九个 所有的权益的此增比减 这什么业务啊 提取法定盈余攻击 提取法定盈余攻击 是我们前面在介绍 收入类账户和费的账户 是画的那个图 你会发现 挣完钱之后呢 他根据这个流程啊 得先提法定盈余攻击 不按多少前提啊 净利润的百分之十提 提完之后 然后分红 然后形成年末未分吧 提取法定盈余攻击 这件事 引发的实际上 是从利润中 拿出一块资金 给它规定为专门用途 这件事引发的是 所有的权益的内部结构的 词增比减 从总体来说 资产也不动 负债也不动 所有权益也不动 这是所有的权益的 内部结构调整 叫一个所有的权益增 对应一个所有的权益减 你告诉我谁减 利润分配 未分配利润 我这写简单点啊 借利润分配 明细账叫未分配利润 多少钱 100亿 然后它增加的是 哪一个所有的权益 它叫盈余攻击 代计的是盈余攻击 多少钱 110 这就是提取法定的攻击 借记利润分配 未分配利润100亿 代计盈余攻击 110 这件事引发的 依然是所有的权益的 内部结构调整 对整体等式 不会产生任何破坏 行了 差不多了 根据我们刚才的九类业务的一个展示 基本上可以充分证明 这个等式是永远横等的 在这儿呢 我们最后再穿一下 你看第一个叫什么 资产此增比减 第二个是资产负债同增 第三个是资产所有的权益同增 第四个资产负债同减 第五个资产所有权益同减 第六个负债此增比减 第七个负债增所有的权益减 第八个是所有权益增 负债减 第九个是所有权益的内部的此增比减 通过这九类的资金运动 展现的业务类型 可以发现这个等式依然是亏然不动 所以说这个等式永远横等 现在我们根据这个的话呢 开始整理借贷借账法 资产类费用类 借方增贷方减 余额在借方如果有的话 负债类所有的权益类和收入类 贷方增借方减 有余额在贷方 另外呢 借贷借贷法刚才你也看了 它是在规定完账户的登账结构和方向之后 然后采取的是这么三步取第一步 当发生资金运动 我们首先要识别出是哪个要素对哪个要素的变动 第二个要识别出这个要素对应的科目 它叫个啥 第三个是把这个方向给它锁定 然后把金额一搭就成了分路了 先推定业务影响的要素类型 再锁定要素对应的科目 确定它的登账方向将金额一天计为快捷分路 这些都说了好多遍了 来来来再练一次 看第一个 从银行提现 你从银行提现引发的是一个资产增对应一个资产减 增的资产是现金 它叫库存现金科目 减的资产它叫银行存款 增的现金即借方 借记库存现金 减的银行存款即贷方 贷记银行存款 写上个2就OK了 从银行借了三个月的短期借款8000万 借钱这事是一个资产增对应一个负债增 资产增的是谁 银行存款即借方 负债增的是谁 短期借款即贷方 最终传起来 借银行存款8000 贷短期借款8000 搞定 第三个 收到业主注入的一台设备价值5000万 业主注资这事 一个资产增对应一个所有者权益增 增的是谁 设备 设备叫个啥 固定资产嘛 借记固定资产5000 贷的是谁 来等会注资引发什么呢 所有的权益增的话 一般首先造成的是实收资本增 当然也可能会出现什么情况 你比方说5000注资完成之后 它形成1000的资本 那你超过那4000算什么 算资本一降 那就变成两个所有的权益增了 在这是一个啊 就是带了个实收资本5000 把问题讲话 这个呢 我们刚才练过 第四个是还钱 咱们刚才练过 还多少 还2000万 这个还的是应付账款 不是还的长期借款 它的后果是一个资产减 对应一个负债减 减的负债是应付账款 减的资产是银行存款 最终分路是借记应付账款2000 代记银行存款2000 拿下第五 股东大会 撤资3000 哎呦 退钱呗 你看这个咱们刚才练过 撤资的话呢 本身是构成一个资产减 对应一个所有的权益 增加的 没有 它是减资产 减所有的权益 都是减 那么减所有权益的话呢 是基借方 借记实收资本3000 减的资产是谁啊 银行存款呢 即贷方 贷记银行存款3000 搞定 已经到期的应付票据 转为应付账款 这个咱练过 一个负债增 对应一个负借减 增的是应付账款 减的是应付票据 借记应付票据 贷记应付账款2500 再来看第七 宣告向投资者分红1000 现金红利 这件事我们刚才练过 它引发的是 所有的据减少 而增加的 对应的是负债 表现成分路是 借记利润分配 为分利润 待机应付股利1000 第八个是 经批准将已经发行的 公司债券5000万 转为资本 这叫债转股 就是把欠的账 转化成业主注资 它引发的是 负债减少 对应所有者权益增加 具体的负债减少 这个是应付债券5000 贷方增加的是 实收资本5000 第九个 经批准用资本攻击 3000转增资本 这个还咱没见过 这是那个资本攻击 转增资本的一种 常规操作 因为实收资本 代表着企业的资本的规模 在这儿呢 有可能会由于 它的资本攻击太大 使得这个规模 与它的资本额不相称 需要把资本攻击 有一部分转称资本 使其规模 与其资本额表述 达到一致 那么这个资本攻击 转称资本 实际上只是 所有的权益的 内部结构调整 它引发的是 一个所有的权益增 对应一个所有的权益减 增的是谁啊 实收资本呗 代实收资本3000 减的是谁 资本攻击 借记资本攻击3000 是这样做的 挺简单嘛 这不是分路也就会了 我们到目前为止 把分路就全说完了 分路是整个会计 最基础的语言 一定要会叙述它 和整理它 再看账户 账户其实已经说过了 账户就是根据科目设的 具有一定的格式结构 描述 它的这个科目 所指向内容的 增加减少变动的情况 这么一个空间范围 账户的话 按照核算内容分 资产类 负债类 共同类 所得权益类 成本类 所益类 我们目前介绍过这个科目 这个介绍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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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同类基本上用不着 有些用不着 按照详细程度 分为总分类账 和明细分类账 这个总分类账 就是对应总分类科目 总分类科目指向的账户 就叫总分类账 明细科目指向的 叫明细分类账户 介绍计账法 再看它的文字叙述 俯视计账法 是指对每一笔经济业务 都必须用相同的金额 在两个或以上相关联的账户里面 来登记 全面系统的反映 要素的增减变化的 这么一个计账方法 分为介绍计账 增减计账 收复计账 我们现在学的这个 原来我上学的时候呢 1988年到1992年 学的是仨 这仨我都学过 特别痛苦 当时的预算会计用的是增减 还是收复 收复 然后这个是商业企业会计用的是增减 工业企业用的是借账 我全会 但后来发现 不然用那么多了 就用借账计账法 借账计账法的概念 以借账为符号的这么一个 俯式计账方法 那刚才的收复啊 增减的是以增减收复 为计账符号 资产的成本的这个结构 就是资产费用类的一个 所为借又为贷 借方登表示增 贷方登表示减 有余额在借方 当时让你填个数 你比方说原材料 七出八块钱 增加十块钱 减少七块钱 请问期末多少钱 期末 期末十一块钱 会了吧 就这么一个结构 负债类跟所得权一类的话呢 它的方向是 贷增借减余额在贷 比方说银行存款 比方说银行借款 别说银行存款了 银行借款 负债 七出十一块钱 借了四十块钱 还了五块钱 请问还欠多少 还欠四十六啊 还欠四十六啊 五十一减去五 没错吧 五十一减去五 没错 四十六 这就是负债类账户的结构 损益类就是收入类和费用类 收入类是贷方增借方表示减和转出 这个是没有余额的平的 我们知道这个收入类 它的增加在贷方转出 从借方转出 从借方转出 转到哪里去 转到本年利润的贷方 本年利润从整个的账户的结构 关联来看 它是一个总结收入和费用对比的这么一个中间账 然后这个本年利润最后截出净利润转到利润分配未分利润里面去 费用类是反的 这边是借方增表示增 贷方增表示减和转出 它依然没有余额平的 借贷记账法的记账规则是 有借必有贷 借贷必相等 有借必有贷 借贷必相等 它的账户关系是 采用借贷记账法 把每笔交易事项记录时相关账户形成应借应贷的增减对应关系 分录的话呢 实际上就是刚才说的应借应贷加上Chrome加上这个所谓的金额 形成的这么一个数据关系图 实际上是一个减配版的私金运动信息的提供信息 在这儿的话呢 我们通过这种方式来把私金运动压缩成我们的标准语言 就跟编码一样 编成分录来解释给大家看 来再做一个 买原材料 一千 来等会儿 这是买原材料是吧 一个私产增对应一个三产减 咱们量过这个 私产增是谁啊 银行存款还是原材料 原材料增 借记 借记原材料一千 私产减是谁 银行存款 代记一千 搞定 到期的应付票据 转应付账款 还是转短期借款 这个转短期借款 记得这个票据是银行存对汇票 我给你标一声 为什么是银行存对汇票 因为有银行存对汇票的话 这个钱有银行作保 你到期债务人不给钱 担保行会替你买单 这样的话呢 你欠的就不是原来的债券人了 是欠银行 所以说呢 将应付票据负债转为最新的短期借款 这叫一个负债增 对应一个负债减 借记应付票据使负债减少 增加的是短期借款 那就是代记2万 收到业主注资5万 刚才练过了 借银行存款 带实收资本5万 以银行存款3万 偿还长期借款 刚才也练过 借长期借款 带银行存款3万 买原材料 价款6万 其中4万是花了钱了 2万是奢的 看这是一个完美的匹配 就是它增加的是资产 对应的是一个资产减 同时对应一个负债增 于是呢 我们在这穿在一块是 借记原材料6万 带银行存款4万 这是减的资产 而增加的负债 则是代记应付账款2万 这叫一借多代分路 人称符合分路 我们刚才量过 那个发股票不就是符合分路吗 借记银行存款100 代记股本10 代记资本公积 股本一价90 咱练过的 行了 我觉得这块是最复杂的 就包括科目啊 账户啊 借贷记账法 这是我们整个这个专题 最核心的一个储备知识 对于初学者 快捷小白来说 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分路和科目 必须要全力以赴 再来看要素 它的记账属性和应用原则 所谓要素的计量属性 就是要素有几种计量的尺度 我们先看最常规的叫历史成本尺度 什么叫做历史成本 比方说你买一个设备 啥叫历史成本呢 你花了多少钱把它买到位的 800万 800万就是历史成本 所以你欠人家钱欠了40万 当初欠的是40万 那就是历史成本 负债嘛 历史成本计量法下 资产是按照购置时所支付的现金 或等价物的金额 或者按照购置资产时所付出的 对价的公允尺度来计量 负债则是按照因承担现实义务 实际拿到的款项 或者是资产的金额 或者承担现实义务的合同金额 或者按照日常活动中 为偿还负债所预计支付的现金的 等价欧的这么一个金额计量 历史成本可以把它简单的归拥为 就是原始代价 或者叫原始标准 在整个的计量尺度里面 历史成本是使用平率最高的 大部分的资产 大部分的负债都用历史成本 那什么叫重置成本呢 重置成本这个词 是指的单指的盘盈存货 盘盈固定私产的那个口径 盘盈存货 你想想你盘盈的存货一定是旧的 盘盈的存货是旧的话呢 那么它的重置成本 是指的买一个 跟它这个存货品种规格一样 新旧程度一样 注意啊 是新旧程度一样 所花费的代价 那么盘盈固定私产的 这个重置成本呢 也是这个意思 盘盈出一台车来 这个车的话呢 一看是个破车 那它的重置成本 是买一个品种规格 跟它一样 新旧程度一样 所花费的代价 这叫重置成本 在重置成本 这两口径下 私产是按照 现在买相同的 类似的私产 所付出的代价 哎 等会儿 这个相同类似 是说的是品种规格一致 新旧程度一致 对 说的是这意思 负债是按照 现在偿还这个债务 所需要支付的现金 和等交付的金额 这个呢 负债一般很少用重置成本 你非得说负债 重置成本的话 一般就是 在当前的行情下 你把这个负债还掉 需要花多少钱 这是它的重置成本 但一般我们说的是资产 而这个重置成本资产 所牵涉到的就俩 盘盈存货 盘盈固定资产 用重置成本 别的都用不着 什么叫可变现净值 可变现净值 简单说呢 就是在当前的市场环境下 你把它卖掉 能落多少钱 比方说 现在iPhone14上市了 iPhone13瞬间就不值钱了 那么iPhone13 你现在有一部 iPhone13还没卖出去 没有卖出去 那它的可变现怎么办呢 就是在当前的市场行情下 你把这个iPhone13卖出去 能卖多少钱 卖8000 但是你把它卖的话 还有一些中间的税费和中介费 比方说还得花1000的中介费和税费 8000减1000 到手益7000 7000就叫可变现 可变现 来看一下 就是正常现在再把它卖出去 烙的这个钱数 扣掉它的预计的税费 中间扣掉之后 烙的这个纯烙的那个资金样 这叫可变现净值 那什么叫限制 我们待会讲那个财管的知识会用到一个限制 限制就是说呢 我未来给你300万 两年之后给你300万 相当于我现在给你多少钱 这就叫限制 这个呢 我简单的给你比划一下 什么叫做限制 什么叫做中止 这个呢 我们回头会专题讲 在这我先给你预设一下 比方说你现在有100万 你把它存到银行 银行执行10%的年利率 10%的年利率就意味着 一年之后你会拿到110万 也就是100乘1加10% 然后你把这个钱再次存到银行 还是执行10%的年利率 将会出现两年之后变成多少钱 100乘1加10%再乘1加10% 为100乘1加10%的二次方 我们管现在的这100叫限制 一年之后的叫中止 两年之后的是两年之后的中止 那在这的话呢 如果是n年后呢 n年后的那个中止等于多少 fn等于p乘以1加10%的n次方 对吧 那在这呢 如果知道f求p呢 把它拖一下不就行了吗 f乘以多少 1除以1加2的n次方 也可能是10% 也可能是别的 这就叫折限 所谓折限的话呢 就是知道中止求限制 这个问题呢 在实践中 你比方说 我是两年之后给你300万 两年之后给你300万 那现在我欠你多少 那可不是300 是300除以1加2的二次方 这就叫折限制 资产按照从持续使用 最终处置中所产生的流量 它的折限来认定 这个呢 以典型的分期付款 买固定资产为常规代表 还有一个就是分期收款 卖商品 也有一种认定折限的情况 在这呢 我们不再一一说了 讲了讲课是再详细题 公允价是什么东西 就是市价 公允价就是市场价嘛 这个简单 你像我们说的那个股票 像咱们说的那个 公允模式的投资性房子产 它都是根据市场价 来直接调账 这种情况下 用的尺度就是公允价值 也叫脱手价 整个这些计量属性的 适用范围 历史成本用的最多 这就不用再提了 重置成本用的最多的是谁 盘盈存货 盘盈固定私产 用重置成本 可变现净值是 存货的期末计价 存货的期末计价 用的那个方法叫成本 与可变现净值 属敌法 那么可变现净值 是其被选指标之一 限值 这个谁用啊 那个资产的可收回价 有一个标准叫 公允处置净额和 未来流量折现 二者之属高 显然 未来流量折现 用到的就是限制指标 公允价呢 这个太多了 交易性金融资产 交易性金融负债 公允模式的投资性房地产 还有其他债权投资 和其他权益工取投资 这个用的非常多 这个大家先知道一个大概啊 讲课是会详细的展示 来吧 最后我把财务报告 长啥样 给大家看一看 财务报告 几张啊 四张表 第一个是资产负债表 第二个是利润表 第三个是现金流量表 第四个是所有的权益变动表 那么这个财务报告 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其实我们前面讲过 会计的数据加工体系 会计的话 先从原始凭证收集资金的 原始的初始信息 然后编程分录 形成计量凭证 计量凭证在登账本 账本在形成报告 是这么一个流程 报告严格来讲 是一个反映 某一特定日期的财务状况 这说的是资产负债表 反映某个期间的经程格 这说的是利润表 现金流量 这说的是现金流量表 这种文件叫财务报告 其实是高度系统化 集约化之后的 综合性的数据信息 分成这么几类资产负债表 这是资产 等于负债 加所有者权益 这个等式的报告展现 利润表呢 利润表是收入 减费用 等于利润 是把这个等式 以详细的指标来落列 这叫利润表 现金流量表是反啥呢 是反映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 本期的增加减少和期末结余 以及它的竞争竞减变动结果的 这么一个综合报告 所有的犬变动表描述的是 我们企业的各项所有的犬项 包括它的股本 或者叫实际资本 资本供给 其他综合收益 还有谁 库存股 还有谁 赢供给被分 这些东西 它的期出数 增加数 减少数 期末数 以及它的竞变动数 在这进行的一个展现内容 这叫所有的犬变动表 最后呢 是报表复注 它是四表一注 看见没有 这四个是正表 报表复注 是它的补充结识 这是它的分类 我们分别给大家看一眼 资产负债表的结构 资产负债表的话呢 它这个结构是 左为资产 右为负债 及所有的犬益 一般是这样子啊 左边是资产 右边先列的是负债 底下列的是所有者犬益 是这么一个结构 这个结构排的话呢 有一个讲究 就是资产这边 二十分排 按照它的流动性排 什么叫流动性 就是变现速度的快慢 流动性越强的 越往前排 流动性越弱的 越往后排 表现在直观的展示 就是先排流动资产 再排非流动资产 负债呢 先排马上要还的 就期限短的 然后再期限长的往后拉 先短后长 表现在具体的排列上是 先摆的是流动负债 再摆的是长期负债 也叫非流动负债 所有的犬益这个排的话呢 有固定格式 先排资本 石头资本呢 或者股本 再排资本攻击 再往下排是 盈余攻击 未分利润 中间加了一个库存股 和其他综合收益 你看看这个报表的结构 不就是资产等于负债 加所有的权益的一个等式的报表体现吗 没错 它就是把这个等式用报表来展示 我给你念一下 资产负债表的左边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就是咱们说的那三项 库存 现金 银行存款 其他货币资金 交易性金融资产 就是短线投资 衍生金融资产 咱们终极用不着 应收票据 应收账款 往下拉 应收款项融资 说的是应收账款 应收票据的那种什么 以出售它和到期持有本息的 这么一个双重目的 而展现的这么一个核算 预付款项 就是预付账款 其他应收款 存货 合同资产 持有代售资产 一年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然后是流动资产 打个包 非流动的话 像债权投资 其他债权投资 长期应收款 长期股权投资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等等这些投资性房产 固定资产 载金工程 生产件 生物资产 我就不念太细了 这都是非流动资产 最后打个包合计 那这个负债长啥样的 负债这样子 先排的是最短的 短期借款 交易性金融负债 衍生金融负债 这个咱用不着 应付票据 应付账款 然后往下拉 最后来一个流动负债合计 再往下拉 是非流动负债 包括长期借款 应付债券往下拉 租赁负债 长期应付款 预计负债 低延收益 等等这些 看着都头疼 因为它太多了 太多了 最后有个负债合计 所有的犬一列的话 先列本 实收资本或者股本 然后是资本攻击 再往下拉 其他综合收益 看库存股是它的背底项 库存股是 股本资本攻击的充减项 股本加资本攻击 购入投入资本总额 那么它在减掉 库存股构成 投入资本净 然后是其他综合收益 专项主备 赢一攻击未分 这俩不就是流存收益吗 最后是所有的权益合计 再来打个包 把负债跟所有权益 统一合得一块 叫负债及所有权益合计 它和那个资产合计 一定是等的 这就是那个会计 横等式的报告的劣势 再看利润表 利润表的话 营业收入是头一把 主营跟其他打包 填这儿 主营和其他成本 填营业成本 剩下的税金基辅加 就那个消费税 交售费用 管理费用 研发费 研发费是管理费的一个明细 直接拽过来 财务费 其他收益 投资收益 进场口套期 损益 供应价变动 损益 性减着损失 资产减着损失 资产处置 收益往下拉 得出盈利润 然后你看 我们当时画过一个对比图 就是除了它往上拉的 这个 看这个 就是除了这个私产处置收益 这个往上拉的 这个 这叫收入减费用 他们往上走的这一波 叫收入减费 除了这个私产处置损益 私产处置损益是单指的 卖固定 卖无形赚的钱 或者赔的钱 那么除了卖固定 私产 无形私产 赚赔的钱 叫私产处置损益之外 别的 就往上拉的这个 都叫收入和费用 收入减费用 基本上等于盈利利润 但是它得加减 私产处置损益 构成利润 盈利润的总额 盈利润说盈利润之初 是利润损失中 直接走当期损益的 利润和损失 那你说刚才的私产处置收益 算利润损失吧 也算 所以说我们当时 做了一个交叉表 就是收入减费用 加减直接寄当期损益的 利润损失等于利润总额 也可以怎么样 收入减费用 加上私产处置损益 构成盈利润 然后加上盈利润说盈利润之初 构成利润总额 这个表达方法有好多种 自己看 利润总额 在减锁 收入减费等于净利 再往下拉 什么持续经营 终止经营 咱们用不着那么多了 在这大概意思就是这样子的 现金流量表涨啥样 这个是咱们政客里面 要讲的一个重点表格 这张表的话 是分成三段 经营活动一段 往下拉 投资活动一段 再往下拉 潮资活动一段 三段 这个每一段 涨的样子都一个样 你看都是先是 卖商品拿线 税费返还拿到现金 其他拿到现金 这都是在说它怎么增加的 这不有个小技吗 再往下拉 是买东西花的钱 这怎么减少的 减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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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它一个减少小技 最后再弄一个竞增竞减额 你看那三块全是一个思路 怎么增的 怎么减的 最终竞增竞减 不就这么三个因素吗 经营活动 投资活动也是这样的 增增增增增增增了一个合计 然后减减减减减减减了个合计 然后最后是竞增竞减 投资活动 增增增增合计 减减减减减减合计 然后增减减减变动 这是流量表的主体三块结构 那么具体怎么填 那是政客内容 我们在这先大概知道它的意思 它核心表达的就是 我的现金从哪来的 到哪去了 涨了多少 掉了多少 是干这个用的 所有的犬移变动表呢 这张表解释的是 实收资本 其他犬移工具 资本攻击 库存股 其他综合收益 盈余攻击 未分 这基本上是我们前面讲的 那个每一个 所有的犬移的组成内容 他们这个每个所有的犬移内容 七出数是怎么着的 然后是怎么增的 看 怎么增的 哎 怎么减的 最后是怎么变的 最后得出一个最终的期末 它表现的也是 七出数增加数减少数期末数 这个表 它的存在感非常的小 基本上不怎么考 我们知道这四个表的结构 基本就足以 实际上在正式的考试中 用得着的就是资产负债表 利润表 跟现金流量表 行了 到目前为止 我们整个的预习班 我认为最核心的内容 也是最主要的内容 叫基本准则铺垫 就算讲完了 这个专题可以说是预习班的核心内容 作为会计小白来说呢 只要把这个专题学会了 我们政客厅就没有什么实际的问题 可以说呢 这是我们打开会计大门的第一把钥匙 也是最关键的一把钥匙 有了这把钥匙 我们的面前将会是海边的会计信息 好好学习吧 谢谢大家 再见